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珊 另外有我们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加拿大实地试美丸 下个鼻子试试有没有这种味道的家产生 大家好 闻完之后醒了 请记得帮助点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近来我们见到相当多印度的朋友在加拿大方面 有很多动作与很多东西 也引起不同的加拿大的社会话题 其实他们做一些行为工作等等 都可以叫做避开 但是气味这家东西怎么办 不能避开的 老实说 真是硬吃的 咖喱味已经是很重要的 以前我家旁边就有个印度先生 是吗 他刚刚要搬来 他要搬来我家旁边的家 应该是有一些派对 要开派对 屋表演 房风味 我不知道你的习俗是怎样的 但是天天就在厚院煲咖喱 熬咖喱这么辣 helps 像巫婆的主腹牛身 是一根大枪搞的 我孟爷是在厚院 应该不是就是镇在厚院只有煲得很厉害的 那股微卧,真正是精神爽利 不过公平点说一句,大家尤其是家产生有家做麻辣火锅 其实都是互相辉映的朋友 这些咖喱味一件事,其实现在看到 在讨论关于印度朋友用的香水或者古龙水 有时有趣,当他们人口在加拿大膨胀到一个点 原来有些疑婴,不是疑婴 对不起,这个要剪一剪 关于这些去到加拿大的港女 不知为什么,他们可能 爱情就无分国界 认识了一个印度裔男朋友 似乎他又要出一些帖文来帮他的男朋友 去兜一下,甚至乎家庭去解释一下 刚才家产生说了这些在加拿大印度的家庭 喜欢煮咖喱 这个港女在加拿大的故事又怎样呢 他就这样说 现在搭Skytrain上班下班 特别是天气热的 会特别容易遇到印度香水或者古龙水的乘客 尤其是夹杂了汗味,真是非常浓郁 加杂生,请问有没有感受过这种气味? 请问是有的 我是完全知道的 我公司有个同事 有一阵夏天就特别喜欢塗这些东西 就直接坐在旁边 那股移过来 好,好在他是塗古龙水 但是那股味是很难忍受的 我自己来说 他可能本身的大意味大 所以用古龙水顶着 混合了 古龙水本身是香的 但是他身上的味道 或者他平时吃的东西 保留了味道 再混合了古龙水之后 那个味道就真的是经典了 哇,厉害了 怎么办呢?加杂生 怎么可以 除了氧气筒之外 氧气筒不准 有什么方法可以抵御呢? 走开 走开而已 走开 要么是投诉 跟老闆说 我真的受不了 谢谢 幸好你的上司或者老闆 如果都是他们的印度朋友 我不感觉 我不感觉 加杂生 为什么你觉得有味 我不感觉 非常有趁切感 这种味道 然后这位港女 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 反观 我的男朋友 虽然都是印度人 但是他也是在加拿大长大的 对于食物的口味 都是白人的朋友 吃开的那些 可能未必有那么多印度咖喱的那些 根本他就没有味 即是这个意思 他都要脱开 即是觉得人家 哇 一见到他的男朋友 可能在加拿大逛逛逛逛逛的时候 哎呀 没有一股美的 怎样的 女友的闻惯 当然不觉 其他人的闻惯 很厉害的 那股美 真的 对了 你的女友有爱情的味道加上 那是不同的 你都会说是女友 可能你本身就是 我其实是喜欢的那种味道 都没顶 你呀 你是家产生 你根本就不明白 原来呢 他就是一个正宗的椰子 家产生考考你 他有这样一句说法 其实是在加拿大 我不明白 可能我老了 他这些是年轻的人 说句话 不要这么说 意思就是什么呢 你看他的表面 就是 深啡色的 镜色 就是很深色的 肤色人种 但其实他里面 好像椰子那样 拨开 他是白色的 有些人就说是香蕉 外面就是黄皮肤 但里面就是白色的 有些人仍然是香蕉 我都经常笑我的男朋友 虽然他的样子是印度人 但是像个白人那样的 没办法 他很介意 别人觉得他男朋友是印度人 其实有什么那么大问题 没问题的 应该 他可能心底里都是喜欢白人的 只不过刚好遇到一个印度人 但是都可以 都接受 所以才这样强调 说是一个椰子 他真是求而不得 求不到一个好的 他理想中的白马王子 那就做个印白王子 这样啊 那加三生 不要介意我这样问他 你在加拿大遇到 例如三哥 或者他们那些 你会不会下意识 再配合上意识 会有一些和他们 弹开一点点呢 因为都害怕了那一阵 古龙水再加上汗味 吸收到东西都不是那么好 是不是 加探心说我现在还要吃饭的 那又未到这样的地步 其实不是每个三哥屋都是那么夸张的 通常就是年轻人想吸收女人 就能查得很厉害 平时那些又不要那么紧要 我认识那些只有一个 是那么夸张的 这个是看他饮食 通常都是 是看他饮食 但是我认识的有些 通常都说 不用查得这么厉害 他们自己私底下都说 我们这里冷的时候多个热 但是那人真的查得很厉害 不过是年轻的 那人就相反 通常查得很厉害 都是年轻的多 我留意到 可能本身就想找一下二姓朋友 查得更厉害 但是好像带来反效果多些 我不知为什么 这个港女越说越介意 人家怎样看她的男朋友 和看她的男朋友的家人 为什么都要这么强调无味呢 所以我今次一定要捉一下家产生来问 其实是不是这些三哥 或者一班那些 还是怎样 搞得加拿大都周围一阵那阵锤 还是怎样 记住 我对于这阵锤 就没有特别的偏见 但是你说很浓郁的那些 不好意思 我就顶不住了 因为 好像印度航班那些 那些空姐说 打开了通道门 那一阵味已经是人味道涌入来了 你想象一下那一刻都害怕 明白 那就好了 到了家里 刚才家产生隔住房子 闻了一阵煮咖喱的味道 这位港女就实战了 就去到她家了 就说了 她家人都没有什么味道而已 只不过是隐约有那股香草 和拜神点香的味道 那股味是真的 我去到十个 十间 不要说八间 起码都有七间 都会点香的 家里那股味 有个神威 他们自己煮食的那股味是很厉害的 他们用那些油 那些香料 是很甘的 我记得我有个朋友 他做这些地产 他就这么说地产 他说他最忌忌 就是跟这些三哥的屋 是比较难搞的 因为是真的比较 那股味是很难脱的 我们主要是 很多人家里有地毡 地毡是很吸味的 还有那种煮食的习惯 你要用很多油 用姜 蒜 干葱 洋葱 一起炸起咖喱蛋 那个过程是 会挥发很多香料 很多香味 很多气味 久而久之你每天这样煮 你偶然煮一次两次也可以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煮咖喱的 但是你每天都这样煮 味道就会吃到柜 家具和地毡 到你要卖楼或是你这家屋要出租的时候 你就会头痛了 你怎样清理那些味道 很难清理的 清从后味 清不了 因为已经进入骨和血 这家屋是不能够搞的 接着是否再多噴一些古龙水就可以了 接着这位港女就说 家里有拜神的香味 隐约那一只 怎样像家产生说 有什么地毡入世 木里面 哪里有这样的 有呢 这些人 接着就说了 反而我男朋友 就是椰子男朋友 哎呀 其实你看他印度人而已 其实跟白人没分别的 哎呀 Come on 又说了 有 肤色就是肤色 为什么这么介意 最介意的是你自己 有没有人介意新卫成 肤色是怎样 没有的 斯文 英俊 有风度 一身名牌 又新型 保持得好 那就OK了 没什么所谓 接着就说了 他哥哥也有噴一下古龙水 那个味浓烈得洗衣机 都洗不掉那股味 哇 厉害呀 现在这样 哇 家产生 如果你那些同事 又噴到这样的话 哇 他的椅子还得了呢 全部都没有 真的 他的位置是十分难顶的 可能有个同事 又是另一边 顶他不信 喂 老闆你自己看看 老闆就说 忍了他 你走开 我安排第二个位置 让你静静地 因为是会牵涉到什么种族歧视 那些东西 很难搞的 是的 如果有求必应 老闆就被你调走的话 那可能会被人一个误会 是不是 是的 下来说选urity 我找到一个位置 就拒走你 你不要懂 ESTH 屽人口哒急 耍 Item就算 récord 假�� 很困难 如果 你在这位 友喬�水 关凶的同事 附近 关凳蓻 Google 屁股 那算不算歧视 潮挖 那就是玩他 笑他 它是小器 它也可以去亂 非常麻烦 这些事情是 Có这种ORTUNCoh 这种义 écolog 你去比如人家的 借了一家人的洗衣机 他说上次借他家的洗衣机用 刚刚他哥刚洗完衣服 衣服还没干衣 我一打开洗衣机 就闻到很刺鼻的古龙水的味道 这么厉害 这些古龙水可以用来弄古人 弄古人 弄古人噴一点给你 你洗多少都洗不掉 但又好像三哥用开那些朋友 那怎么办 然后这个港女 他组织完勁 很害怕我之后的衣服会黏到那股味道 幸好没有 其实他也很介意那股味 那倒是 不过人们就玩他 哎呀 你这个椰子男朋友 不知道他们家人煮饭的时候 会不会跳这个玻璃活呢 怎会跳的 煮饭 有看电影 可能在那些超级大餐厅 特色餐厅 一面跳舞一面煮食都会有 我见过有个意大利佬一面 在餐厅那里一面唱歌一面煮食 我这样 不过又是坏的 你这样说出来 不知道精神性另化还是什么 很多人就问他 例如那些 你男朋友是椰子而已 但他爸爸那些不是的 对不对 有时迫你吃什么什么的 其实他都在说说说 也有的 但你又说到他那么洋化 但在家里的饮食也是吃那些 怎会是呢 等于要叫中国人吃饭 请女朋友来 这一定是第一餐,当然是煮一餐饭给他们试 不知为什么,他们每个都在讨论 不知道嘉散生会不会跟朋友这样讨论 都是讨论,一埋位见到印度同事 就立刻想想,他们有没有味道 如果没有味道,他们就像中了六盒彩 我自己的印度同事都没有很大的味道 有试过一个游,不过他不是印度旁边的 他的味道就很厉害了 这个也很看人,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嘉散生,你在加拿大陪回生活的时候 其实多不多会碰到印度的朋友的味道? 我看他们讨论得议论纷纷 其实是比较少的,通常是年轻人想追求女人 就会一大沉古龙水没放在身上 但年纪大那些反而没那么紧要,又很奇怪 可能他们出过来做事,被人投诉过 说不要那么大沉美,年轻人想去派对 所以特意落重手一点,都没错错了 那股脏不能脏 我都见到有些人说,幸运公司的印度同事完全没有味道 有个在印度南部的都没有什么味道 都算幸运,两个都没有什么味道 但是,很惨啊,跟你一样在Skytrain和Supermarket 撞到印度人,有时真的很浓郁 是龙情化不开那只龙 再加上,他们特製用的香水 真的搞不定 哇,很夸张啊,那股味道 不知为何隔着屏幕 不知各位听众听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股味 是不是很严重呢? 即是在Supermarket也会撞到呢? 可能要问回你的家人 可能家产生平时上班就开车了 少点去Supermarket 但我不知道他去哪一家 如果你去印度区厉害的,是会有的 整条街都没有 是吧 譬如说,我试过去一个印度人的Supermarket 没入口,那股味道已经是刺鼻 哇,刺鼻 是的,如果你去印度区,就像Blamton 那些主流Supermarket 都会有那股味道 因为他们卖的香料,放在那个区域 就不理会了 哇,那去大统华会不会好一些? 大统华会好很多 因为比较少 没办法 如果你去那些主流 即是现在主流的,他是看着你的人口 他会放些什么货 这样啊? 现在搞到那些人好像要避开一股味 这样的,在加拿大生活 又未到的 譬如说他在Markham区的 那些就没那么厉害了 但如果你去到Blamton区的 那股味就很厉害了 这样,那各位移民的 去到加拿大的港人 就要留意如何去走位 搞到好像战地 我们避开这个区 刚才嘉散生说了一些区分 我们避开这个区就没那么大股味 哪个区就没那么大股味 或者他们搭哪条线 就要回家就会大股味 哇,真是惨了 搞到要避开一些味 好了,毕举问 我们这次暂时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和嘉散生说一说 这些印度的朋友在加拿大的奇闻 越来越多,据民说要遲些去找谭小环 哇,是不是真的? 这样也好 遲些再说 好了,我们今次来到这里 我都在等他开门 我都在等他开门 对啊,搞这么久 哎呀,嘉散生,你这样就不对了 你应该带上那个很浓烈的印度同事 去享享谭小环的奶茶才是 是吗? 是吗? 这个是未人来的 是港者来的 前代 Miss Hong Kong冠军 Number one Yeah, yeah Good 好,带回百多天过去 我们稍后再说如何招呼一下他 好吗? 给一些生意做而已 好了,我们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